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个地方政府都在拼命保增长 你让他们放弃GDP这根救命稻草 可能吗 就拿房地产市场来说吧 持续多年的危机已经重创了地方财政 土地出让金断崖时下跌 地方政府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 哪个地方政府愿意牺牲本地GDP指标呢 再说中国是现代化 这词更是悬之右旋 按照官方的说法 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但咱们看看现实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底层老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有的地区甚至倒退了 部分地区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民不疗生 腐败问题屡近不止 寻租行为无孔不入 这共同富裕在哪里呢 难不成是画在新时代大饼上了吗 更让人担忧的是习大大似乎铁了心 要走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老路 他在党刊《求是》上发表文章 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建设国家 建设民族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毛病 但问题是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封闭门户搞自力更生 真的可行吗 咱们拿最热门的芯片产业为例 去年 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纸芯片际运令 直接将中国半导体业务打击沉重 这再次充分说明 在科技高度全球化的当下 中国要实现科技自力自强 单凭一己之力根本无从下手 全世界 从基础理论到材料 设备 软件 都已彻底纵横交错 各环节相互依赖 哪怕中国现在 在这些领域 赤巨资狂杂 仍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 不仅如此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 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量资金 技术和人才 如今反过来关起门来搞建设 不斥是与世界彻底脱钩 这无疑会让中国经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最终也注定会一败涂地 当然 咱们也不能光顾这批评 还是要看看 这次会议究竟能拿出什么具体措施 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 目前来看 中国经济面临着三大主要难题 一 房地产泡沫破灭 经济增长引擎熄火 房地产业一直是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然而 多年来泡沫不断膨胀 房价已经令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 为了遏制房价上涨 政府虽然出台了各种限购 现代等调控政策 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导致房地产市场降温过快 房企资金链断裂 债务违约潮不断袭来 一场长达数年 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 影响最广的房地产危机 就此肆虐开来 房地产业的冰封 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土地出让金 遭遇断崖时下跌 地方政府几乎失去了最大的收入来源 为了填补财政缺口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变着花样乱罚款 乱收费 将矛头对准企业和百姓 也有地方政府鼓励公务员带薪创业 甚至要求回家务农养猪 基层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一些城市的环境卫生问题日益突出 从表面上看 一次410亿美元的房地产救助计划 似乎向稳住房地产市场迈出了一小步 但要从根本上扭转颓势 显然还需要更多更大规模的政策干预和投入 二 技术封锁步步紧逼 自力更生 举步维艰 过去几年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科技发展 对华为 中兴通讯等中国科技企业寄出了重重打击 并禁止美企与之合作 今年8月 美国又出台新规 直接禁止对中国出口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用的高端芯片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 习近平政府提出了科技自力自强的口号 并大力向芯片 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等关键领域投入资金 但是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科技创新更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耕耘 单从芯片产业来看 中国在基础理论研究 高端人才培养 先进制造设备等方面 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 政府和企业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自主可控 而且 当今科技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 但中国的企业创新生态仍存在诸多缺陷 一方面 政府对企业的审查管控过多 科研人员创新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不利 企业创新回报得不到保障 缺乏足够动力 在这种环境下 很难吸引和培养国际一流的科技人才 不利于建立真正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 三地方财政入不敷出 基层治理捉襟见肘 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 和政府性基金维持运转 财政来源较为单一 随着房地产行业陷入泥潭 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锐减 地方财政状况岌岌可危 有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已逼近28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左右 财政入不敷出 使得基层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 全国不少地区的教育 医疗 环卫等民生领域 都面临着人手和资金匮乏的困境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 停止向农村地区输送教师 压缩医疗保险覆盖面等情况 如此下去 必将加剧社会矛盾 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 目前看来 地方政府财政危机 已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是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一大考验 面对上述种种困境 中国政府该如何应对 这次三中全会 恐怕将给出初步方向 从习近平最新系列讲话中 可以窥见一二 他似乎仍将重心放在 加大基建投资 刺激国旗等传统做法上 然而 这种老路子不斥是强心计 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 体制性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做法 透露出明显的反改革 反自由化倾向 国进民退 意识形态管控日趋严格 市场经济活力不振 与此同时 习近平还呼吁自力更生 外界普遍解读为 中国欲与世界脱钩 如果这一判断不误 那就意味着 中国正在重蹈上世纪60年代 做的闭关自首政策的覆辙 只会让经济发展 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要想真正扭转局面 中国必须进行全方位 整体性的深层次改革 这至少应包括 一是放松意识形态控制 大胆鼓励不同思想流派和观点 促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 毕竟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正是端源于 敢于突破思想禁锢 二是确立市场决定性作用 真正让企业和资本自由流动 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同时要为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三是继续扩大开放 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 而非逆潮流而动 要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欢迎各国资金 技术和人才来华发展 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强化法治 建立权力运行的制衡机制 防止腐败和寻租现象蔓延 五是加快加快科技发展布局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畅通科技人才流动渠道 为真正的科技资历 奠定坚实基础 当然 这些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 深层次调整 阻力重重 难度很大 需要中央政治局团结一致 有决心 有勇气作为 但如果真正全面推进 定能重燃中国发展的活力 总而言之 中国经济在潜力和问题并存 习近平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 和中国式现代化口号虽然响亮 但若缺乏坚实可行的改革措施支撑 很可能只是无缘之水 难以真正破解当前种种困境 就在上周 中国公布了2022年三季度 TDP同比增长3.9%的疲软数据 比去年同期下滑3.9个百分点 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 中共20大闭幕后的三中全会 就愈加备受瞩目 外界普遍期待 这次会议能像1978年的历史性三中全会那样 波云渐日 为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曙光 然而 从目前释放的信号看 要实现这一愿景仍路途遥遥 习近平在20大报告中 再次强调 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 但具体实施路线图依旧模糊 更令人忧虑的是 过去5年 中共19届例子全会 极少提及市场改革 私营企业 政治体制等实质性内容 一类人士担心 三中全会或将延续近年来 稳中求进的基本调门 主要聚焦于宏观调控 产业政策等经济工具层面 难有制度性重大突破 除非习近平在这次三中全会上 罕见放出重磅改革信号 打开思想自由 扩大开放 放权于民的重大突破口 否则延续保守作风 中国经济恐将陷入长期停滞 失去未来几十年的战略发展期 不过 对于习近平而言 在现阶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挑战确实不小 一方面 他需要平衡中央和地方 官僚和民间等地益博弈 另一方面 还必须注意 不让改革进程失控 避免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这就需要习近平政府有沉着冷静的智慧 既能放开手脚大胆改革 又能掌控节奏有度有序 在不同力量间 巧妙权衡平衡 罗盘不失方向 否则只能是左顾右盼 半途而废 结合现实国情 适度渐进的循序渐进路径 或许更为可行 从简单 低成本 可控的方面入手 逐步破除利益固化的体制顽疾 为深层次改革扫清障碍 比如 在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先行改革 大胆放开一些经济特区的改革自主权 作为试点探路 甚至先在意识形态上适当松绑 为思想家和学者 创造更自由开放的环境等等 一旦初步取得实质进展 在整体推进 就会事半功倍 反之 做事良机 则后患无穷 总之 中国现代化进程仍将延续 道足且长 唯有接续格顾顶心 方能行稳致远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中全会是否能成为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导火索 或者是中国新一轮革命的导火索 说到这里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